下午一点多休旅车缓缓开进北市新龙D2社宅停车场 只是三天后再去取车 右边车头凹了大洞 车身也有明显刮痕 张小姐见状后立刻找管理处询问 但是怪了监视器竟然没拍到画面 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跳个电 硬碟的内容会消失 然后又刚好是我我的那个画面 所以我在质疑他们的那个监视器的系统 是虚设吗 一个月过去也还是找不到肇事车主 实际的要受宅在停车场 可以看到现场确实是有监视器 而且车停下来之后就会马上的拍照 当时车主就是把车停在这一格的车格 不过掉一监视器怎么掉都掉不到之后 也有其他车主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有住户反映5月时也发生车子擦伤 当时掉月监视器也一直拖延 找不到赔偿者 就是因为我的保险也没办法 没办法请求对方理赔嘛 所以这部分我是还蛮不爽的 听完处说明停电是在17号 下午分别跳电两次 停车场承包厂商则强调 事发后连续四个小时都帮忙掉画面 比对可能的肇事车辆 后续会把系统全面换新 也帮忙申请公共意外险 我们如果掉阅了道路上面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有一台车子从社区开出去 而且看到有撞击的痕迹 那就有可能是一个车祸的这个车辆 汽车达人则建议 能装设行车记录器来监控 遇到撞击时就会马上启动录影 以免无故倒霉被撞 至少还有个依据 订阅新闻王翔赵慧先 台报道